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题 北美天空中的神秘物体到底来自哪里 美国难以解释的空中遭遇 升级间谍气球事件 中国过嘴瘾又把事情告砸 中国科学家武哲早就披露飞艇项目 美国没留神 举报同僚符合习近平用人标准 浓荣跨界升迁外交部长助理 乱世求真报道无死角 香港传媒人创办网媒棱角 星云舍离子被指淘宝上盗图造假 佛光山否认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北美天空中的神秘物体到底来自哪里 美国难以解释的空中遭遇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最近几周美国击落了几个物体 其中包括美国政府所称的一个中国间谍气球 过去两周 美国已从空中击落了几个物体 美国官员已表示 他们对第一个被击落物体了解的最多 称其为配备了情报收集和通信设备的中国间谍气球 其余物体的情况某种程度上而言还是个谜 美国官员说 最近发现的这些物体不构成军事威胁 但它们靠近敏感的军事场所 以及它们的飞行高度引发了关注 同时还对民用航空构成了威胁 美国官员表示 他们不知道这些物体归谁所有 来自哪里或者它们的目的是什么 以下是我们知道的这些物体的情况 不明物体是在哪里被击落的 美国2月4号在南卡罗莱纳州海岸 击落了一次中国间谍气球 美国军方上周五击落了一个 在阿拉斯加上空飞行的高空物体 上周六一架美国军用飞机 击落了在加拿大预空地区上空的 另一个不明空中物体 美国周日在密西根州修伦湖上 击落了第四个物体 美国是如何击落这些物体的 空军F-22和F-16喷气式战斗机 使用响尾蛇短程空对空导弹 击落了在预空地区 阿拉斯加和密西根上空发现的物体 一架喷气式飞机使用同类型导弹 击落了疑似中国间谍气球 阿拉斯加密西根和预空地区上空的物体 与疑似中国间谍气球有什么不同 官员们说穿越美国的那个中国气球 携带了用于情报收集和通信的天线级传感器 中国已经表示 该气球用于气象等科研 受风带影响偏离了航线 该气球由200英尺高 携带了一个相当于一架小型飞机大小的一组设备 美国官员说 在阿拉斯加上空被击落的那个物体 似乎不属于任何政府 他们不知道它归谁所有 该物体也有一辆小汽车那么大 加拿大国防部长阿南德描绘说 在玉空地区上空击落的物体是圆柱形的 似乎比之前被击落的中国气球要小 美国官员表示 第四个物体的大小 与在阿拉斯加击落的物体 以及在玉空地区上空击落的那个相仿 官员们是否收集了这三个不明物体的残骸 找回这些被击落体并非易事 美国军方官员周一称 受恶劣天气和地形影响 收集这些物体残骸的工作已经放缓 官员们认为 一个物体的第一批残骸将从修轮湖中被打捞出来 并迅速送往位于维吉尼亚 匡地科的联邦调查局实验室进行分析 已经出现了多少个疑似间谍气球 他们可能在收集什么数据 据美国官员称 在南卡罗来纳州沿海击落的第一个气球 是目前唯一被证实的间谍气球 美国官员说 该气球配备了用于收集情报和通信的传感器 还带有多条天线 包括一个或许能够准确定位通信位置的阵列 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都说了什么 除了第一个气球对于之后的几个物体 美国官员尚未确认是谁发射了他们 以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美国北方司令部和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 空军上将范赫克在周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 他不会把美国击落的后三个物体称为气球 不过一些美国官员已经这么做了 范赫克说 这些都是物体 他表示 我无法说明他们如何停留在空中的 可能是一种一个结构内含有气体的气球 也可能是某种类型的推进系统 但显然他们能够停留在空中 当被问及这是否可能涉及到外星人时 范赫克回答说 他将把这个问题留给情报机构来解决 但他说我没有排除任何可能性 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周一称 没有外星人或外星活动与这些物体有关的迹象 白宫周一表示 将建立一个特别小组来研究空中物体 及这些物体所构成的潜在安保和安全风险 这个小组将由美国国防部 美国航空管理局 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人员组成 科学家武哲早年即披露中国飞艇项目 美国没留神 气球事件甚嚣尘上 如何收尾尚不可知 纽约时报今天刊载报道 称在2019年就有中国航空航天科学领域的 一名领军人物就自豪的宣布 他的团队将一艘飞艇送上了2万米高空 完成了环绕地球大部分地区的飞行 其中包括北美洲 纽约时报的报道称 这条消息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 这位名叫武哲的科学家 当时对一家官方新闻媒体说 追云号飞艇是他实现将大量可操纵气球 送入地球平流层愿景的一个里程碑 平流层飞艇的应用领域 包括各种灾情预警 环境污染监控 以及空中侦察 有大量证据表明 出于国内和军事上的需求 中国政府一直寻求利用高空飞艇 跟踪地面活动 而武哲的宣布是这些证据的一部分 揭示了中国气球项目涉及范围的新细节 中国的媒体报道 学术研究以及官员的讲话表明 武哲在中国的气球研发努力中 起到了核心作用 武哲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资深学者 该校处于中国航空航天研究的前沿 他从事飞艇研制工作已近20年 他的几家公司现已卷入拜登政府 打击中国气球计划的行动 美国商业部上周惩罚了6家中国公司 因为他们参与了拜登政府所说的 中国监视气球计划 武哲是其中至少三家公司的创始人或大股东 武哲曾帮助设计喷气式战斗机 有研发隐形材料方面的专长 他的工作还曾获得过中国军方的嘉奖 他曾任北航副校长 后来主动辞去职务 以集中精力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据武哲在北航网站上的简历 他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顾问委员会的委员 这个机关如今已不存在 华盛顿没有说明被列入黑名单的实体 与本月在美国上空被发现和击落的中国气球 有哪些具体联系 也没有提到武哲的名字 记者周一给武哲办公室发的电子邮件没有得到回复 打去的电话也无人接听 北京坚称美国击落的中国气球 是一艘被风吹离航线的民用飞艇 主要是在进行气象研究 周一北京将矛头指向华盛顿 称自去年以来 美国的高空气球已十多次飘越中国领空 纽约时报说 本月将满66岁的武哲 已经成为中国实现临近空间雄心壮志的核心人物 临近空间指的是距离地面 20至50公里左右的大气层 大多数飞机不能在这种高空长时间飞行 但这种高度对卫星来说又太低 直到最近 中国高空气球的长距离飞行几乎没有引起外界的太多注意 这也许部分证明了 他们在避开外国政府视线方面的成功 拜登政府现在表示 中国已将高空气球派到了40多个国家的上空 而美国只是在综合了以前存下来的数据后才侦查到这些气球 现在美国军方正在对其雷达系统进行调整 试图发现更多的入侵气球 上周末 美国战斗机分别在阿拉斯加加拿大和 密西根上空击落了三个不明飞行器 追云号飞艇是2019年7月起飞的 武哲当时对记者说 它是个长约百米重达几吨的大家伙 似乎比美国战斗机本月在南卡罗莱纳州海岸击落的中国气球要大 这是人类首次在2万米高空使用空气动力控制的平流层飞艇环球飞行 武哲在南方日报的报道中说 2019年的高空气球飞行不只是武哲和他的团队的唯一一次 武哲在2004年与他人一起在北京成立了 伊格斯曼航空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宣称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气球飞行 高空气球的发展为指定区域实现高精度 长时间稳定的通信侦察及导航等服务 提供了可能 伊格斯曼2017年在其官方微信社交媒体账户上写道 伊格斯曼称 武哲和他的团队在2019年首次实现临近空间对地信号获取 但没有解释所涉及的信号 也没有解释获取是否与追云号当年的飞行有关 还是与另一艘飞艇有关 这家公司的网站最近已经下线 但其网页缓存仍可在网上找到 一个中国气球已在2020年完成了绕地球飞行 并被安全收回 伊格斯曼称其为开创性的壮举 次年武哲的团队将两个高空气球同时放入天空 这对他们来说是首次 对武哲声称的高空气球成功飞行 没有其他的公开确证 他公开发表的科学论文中 没有任何对这些成功的描述 尽管如此 武哲是一名屡获殊荣的科学家 他的说法具有官方重要性 2015年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发表了 中国首个高空气球在中国北方试飞成功的报道 对武哲及其团队送入20公里高的飞艇大为赞赏 报道说这是中国在研发可长期在临近空间航行 或留住的气球所需材料和知识方面取得的一项突破 武哲与上海一家房地产公司合作 帮助成立了北京南疆空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专门从事临近空间飞行器 及其应用产品的研究开发 这家公司和伊格斯曼 还有武哲创建的另一家公司 山西伊格斯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都在被美国商务部上周制裁的六家中国实体名单上 周一打给武哲公司的电话 无人接听 纽约时报说 直到不久前 武哲似乎对披露他和企业的关系尚未有任何顾虑 他和他的合伙人曾在2021年宣布 正在启动伊格斯曼在北京新成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申请 公告指出 公司主要从事飞机隐身器材 飞机隐身性能监测 等满足军方隐身需求的产品研制 生产与销售 升级间谍气球事件 习近平又走错一步 伤害自身 据美国之音报道 距离入侵美国领空的中国侦察气球 被曝光至今已经两个星期 尽管这个气球已经被美国军方击落 而且被击落气球上相关的疑似收集情报的传感器 也已经落入美国军方手中 中国政府对待气球争议的态度却越来越强硬 从最初的稀释宁人到后来的愤怒 继而转向对抗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引述分析家的话说 中国政府在高空气球问题上的立场日趋强硬 也许可以迎合中国国内民族主义者或反美人士的呼声 却也暴露出中方表态前言不搭后语 甚至相互矛盾 损害了中国的国际信誉 中国政府周一 2月13日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或细节的情况下 突然指责美国高空气球 自去年以来十多次未经许可飞越中国领空 此举似乎包含着转手围攻的意味 美方气球非法进入别国领空也司空见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一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 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仅去年以来 美方高空气球未经中国相关部门批准 十余次非法飞越中国领空 汪文斌的指控立即遭到白宫的断然否认 不属实 我们没有这样做 纯粹不真实 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约翰·科比 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频道的采访时说 他强调我们没有让气球飞越中国领空 CNN在一篇分析报道中指出 在气球争议问题上 北京当局反咬美国一口 标志着争议升级 与其最初为气球事件所做的伤害控制努力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美国媒体最初对飞临美国蒙大拿州上空的侦察气球 进行密集报道之时 北京承认一个中国的民用无人飞艇因失控而误入美国领空 称其为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偶发事件 并且十分罕见地对此表示遗憾 但是随着气球事件在美国政坛发酵 这一事件所引发的外交和政治效应迟迟不得隐退 北京的立场游戏使宁人转趋忧虑和不满 当美国军方2月4日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上空 击落一个被中国政府称为误入美国领空的无人飞艇 并且随后又在北美上空连续击落 其他三个不明飞行物体之后 中方立场转趋强硬 汪文斌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 指责美方对不明飞行物反应过度 他还指责美国为世界最大的间谍惯泛和监控帝国 美方频频发射先进导弹来击落不明飞行物 这是用力过猛的过度反应 王文斌说 美方首先要做的应当是反攻自行改弦更张 而不是污蔑抹黑煽动对抗 CNN引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拉热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许瑞林的话说 中方针对华盛顿的指控 进行某种居高临下的针锋相对的回应 北京似乎试图将自己也描述为美国侦察的受害者 而不是一个多星期以来被描述成的侵略者 徐瑞林对CNN说 王文斌在周一的记者会上 不仅抨击美国是全球最大监控侦察国家 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间谍网络 而且指责美国国家安全局 在30天内就远程窃取了970亿条全球互联网数据 和1240亿条电话记录 涉及各国大量公民个人隐私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 德鲁汤普森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 中方目前对气球事件的反应 就是运用一种超大型的 那又怎么着的诡辩数 他们不直接谈论侦察气球飞越蒙大拿 而严重侵犯美国主权这件事 他们试图寻找某种虚假的等事 但是他们做的没有说服力 我想他们主要是向国内的民众放话 让他们不要看到中国立场中的自相矛盾 汤普森说 自相矛盾的成分非常大 这主要是说给国内听众听的 这也让我觉得听在其他国家耳中的可信度并不高 汤普森又说 汤普森曾任职美国国防部 他对CNN表示 美国军方的确使用千绳气球和高空气球从事监控侦察 但是美国军方会非常小心的 确保气球不会进入别国的领空 除非这是与别国的合作行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 再次被记者问道 是否有美国气球飞越中国领空的证据 而他的回答似乎仍然避重就轻 自去年以来 具体的说 自去年5月以来 美方未经中国相关部门批准 在美国本土放飞多个高空气球 持续进行全球飞行 至少十多次非法飞越中国以及相关国家的领空 王文斌说 美方应当对此进行彻查 给中方做出解释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举报同僚符合习近平用人标准 跨界升任外交部长助理 香港明报报道 上周新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前驻巴基斯坦大使农荣 是一名跨界外交官 所谓跨界既并非那种大学时就攻读外交或外语专业 毕业后既进入外交部门的职业外交官 农荣是广西地方官出身 毕业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学专业 应是寻公开选调途径进入外交系统 近年越来越多这一类公选外交官进入外事系统 新任国台办主任宋涛 就是第一代公选外交官 也是其中的交交者 传统外事系统内部提拔的外交官 因属近亲繁殖 视野不够开阔 欠缺大局官 因此从2000年起 就开始在外交系统以外的全国范围选拔外交官 经过短期培训派驻国外 来源既有其他部委干部 也有大专院校教师 国企人员 还有地方官 以宋涛为例 进入外交系统前 他长期任职福建 做过林学院系副主任 经工业研究所长 县委副书记 工业公司总经理助理 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裁 2000年成为首批12名公选外交官之一 2020年1月 中央巡视组向外交部提出 整改意见 就建议拓宽选人用人视野 大力拓宽干部来源 优化队务结构 所以外交部公选跨界外交官的力度 进一步加大 时任广西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 兼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的农容 就是那一年被选调派驻巴基斯坦大使 与他同期公选进入外交系统的 还有山东省东营市长赵志远 出使埃塞俄比亚 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司长王赫军 出使非洲莫桑比克 新闻人出身的广东南方网总裁胡建 出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 农容任驻巴基斯坦大使期间 幸运地避过了一次针对他的恐怖袭击 前年4月21日他到比路芝省首府奎达时 下榻的四星级酒店发生爆炸 造成四死十二伤 爆炸发生时他正在返回酒店的路上 只有几分钟路程 事后当地官员曾称中国大使显然是袭击目标 但他的传奇经历还不止于此 56岁的农容是广西壮族人 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广西对外经贸厅任职 也算与外事沾边后调到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 一直做到副局长 9年前到房城港市任副市长 2016年出任贵港市长 农容在市长任上 与搭档的市委书记李新元合作并不愉快 不到4年农容就被调回首府南宁 任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兼民宗委主任 试图四走下坡 他获公选外交官时 当地曾有传言 他是被广西官场排挤走的 一年后李新元也被调离贵港 出任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 但不到一个月就落马受查 去年9月出庭受审 被控贪污1.7亿元人民币 罪成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据说是农容离开广西前的实名举报 导致里岸东窗事发 若传言属实 这一名跨界的外交官不仅命大福大 还是反腐败斗士 颇符合当下敢于斗争的用人标准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乱世求真报道无死角 香港传媒人创办网媒棱角 据美国之音报道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 黎智英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的案件 继续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之际 包括昔日旗下一群前雇员的新闻从业人员 不敢港共政权一手摧毁新闻自由 决定重整齐国 连接流散在海外各地的香港记者 创立网媒棱角 希望能尽一己之力 继续服务港人 监察早已面目全非的香港社会百态 刚于今年1月创刊的棱角 是由一群散落在世界各地的 前香港传媒人携手创立 这份新建的网上媒体 标榜员工跨越台湾 英国 美国 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等地 并首创以24小时全球轮班制 编采各地新闻与深入专题 从香港人视角 报道全球港人故事与世界大事 这个新的网上媒体出现 其实并不算是新鲜的香港传媒生态发展 早于2021年 香港苹果日报及立场新闻 被迫结业关闭 已至随后的众新闻 于去年1月也不起后尘后 不管是否仍然留守在香港 或是流散海外的新闻从业人员 在过去一年半当中 也创立了不少新建的新闻网站 当中有个人运作的 也有小规模经营的 当中包括了追新闻 renews 大城志 同文等 新闻舍离子被指淘宝道图造假 佛光山否认 据星岛日报报道 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 新云大师前天举行火化仪式后 佛光山昨天表示 发现许多光滑圆润 如珍珠大小的圆形结晶舍离子 数量难以计算 有网友质疑舍离子 实为大陆淘宝卖的矿石 照片是从淘宝到图 一时舆论沸腾 相关贴文已遭删除 佛光山澄清说 保证此张照片的真实性无误 判外界停止造谣 星云法师遗嘱提到 我没有舍离子 但据佛光山消息 在火化仪式经过三个多小时后 弟子们在整理舍离领鼓时发现 有许多光滑圆润 宛如珍珠般大小的圆形结晶舍离子 散落在洁白的遗骨舍离中 其中色泽大多像法乳般静白 还有红黄蓝黑等琉璃光色 更有无数小舍离子 数量难以计算 令人震惊 不过脸书账号只是赌篮 昨天下午质疑 该图示盗用淘宝照 他嘲讽说 我会被佛光山笑死 连照片都不换一下 并附上某淘宝卖场 各式可当舍离子的照片 及佛光山提供的照片 两图对比之下高度相似 引起网友热议 目前贴文已被删除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于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